首先我要感谢您非常专业和幽默的主持 也感谢所有的国家和同事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支持 特别是泰国代表的发言 他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今天上午在讨论15议题的时候 有一些国家包括海地 美国 宏都拉斯 威地马拉 马少尔群岛 圣基茨和尼维茨 谢谢 对还有差点没有发言的 差点误过发言的脑鲁 他们多次发表不负责任的涉台言论 中方绝不接受 事实上包括在前天还有现在 我们呢都 我们都愿意呢 向大家详细的介绍海峡两岸 在应对当前疫情中的合作情况 事实上呢 大家知道双方已经进行了数十次的相互通访 双方的这种mutual reports dozens of mutual reports 台湾的专家也到武汉进行了访问 对疫情呢有第一手的了解 所以呢我们觉得中国中央政府 在保护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上面呢 可以说是非常真诚 也是有关的措施也是非常充分的 特别是呢 事实上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 刚才秘书处也提到 中方和秘书处呢 我们就如何确保中国台湾省 能够及时和充分的获取 关于公共卫生信息 做出了适当的安排 这些安排呢 过去和现在 一直都在有效的运作 包括与此次疫情相关的 所有的技术支持的安排 所以说中国台湾省 能够通过两岸的渠道 和世卫组织 充分的获取 疫情的信息 所以我们说这个 国际防疫缺口 这个说法 其实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明显是政治炒作 所以我要重申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事实无法改变 中方要求有关国家 尊重主席的指引 阳格遵守会议的议事规则 停止炒作所谓台湾问题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谢谢 感谢观看